我现在可以提醒一下您 刚才我在耳机里说 说这两个房间中的某一位 说他也知道 他那个三东快书 说得超级超级好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边也有一位 也是圈里的一个人 肯定是 不跟东霖老师很熟 而且他说 男的女的 他不能说 他说 说他想给你来个拥抱之后 就想见见你 拥抱之后 想抱抱你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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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女的 这我不能说 我可以问呢 可以问呢 所以请东霖老师 这里坐一下 这一分钟 我都只能坐下来 哎呀 赵峰老师 我想问一下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啊 请问您 这个演出很忙 对吧 对 有没有美女跟你搭档过 美女太多了 我合作过的女演员 我认为都是美女 不是美女 我也不跟她合作 好 双方老师 请到这里来 好 现在请问您 选择哪一个房间 我 我二 三二一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您是男的 还是女的呀 她在做体检 你说我是汉子 哦 你说我是汉 那就是个女同志 女的 我知道这是谁了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知道了 今年咱们在一起 合作了吗 今年咱们在 2017年 2017年 咱们 你快点找 算一句吧 大邪人家 我知道了 算是吧 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 我知道了 回答问题的途径 我知道了 因为她刚才第一个问题 是我叫她叫汉子 应该是张海燕了 你确认吗 我确认 算是吧 你就后面三个问题不问了是吧 不问了 你确认吗 我确认 这要是错了挺揪人的 请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二号房门 答错了 杨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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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她吗 被誉为小品女王的杨磊 曾经演绎过 《产房门前》 《清关南断家务事》 《圆梦》等众多经典作品 而今天 她为邵峰 来到《你看谁来了》 又会给我们讲述 哪些不一样的故事 挺好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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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亲爱的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个 你是这个怨我了 王芳还提醒过我 是啊 一开场我就 对 最伟大的女人 我为什么要说 我今天特别感动啊 其实 我认识杨磊老师的时候 是她 整个生活 最不容易的时候 但是后来我们认识了之后呢 我就说 我说我要让你 有一天忙的呀 什么事儿 就没有时间了 后来她真的很忙 结果前一段时间呢 我就能说吗 可以 前一段时间我突然 王芸念老师 给我打一电话 说你没发现 杨磊最近好久没来了吗 呀 我就 因为我特别忙 说实话啊 呀 我说真的耶 我说怎么了 她说她生病了 哎 我当时就觉着 我这寒毛都瘦起来了 我立马就给她发一位信 我说 我说你怎么了 我必须要告诉我实话 你怎么了 然后她跟我说 你说吧 刚才很危急 嗯 是是是 嗨 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有惊无险 做了个小手术 没事 但是当时是吓了 吓了够呛 我也吓了够呛 咱俩主要没有那个微信 所以你没有看见 就是受了点惊吓 但是没事了 一切OK 我说一二三 大家都知道说什么 一二三 你最漂亮 杨磊姐姐啊 是我们 是我的前辈 我相信大家在春晚的舞台上 看到杨磊姐姐的时候 那都是春晚的初期 是吧 在郭东霖还没火的时候 他就火了 对了 对 哎呀 好汉不提到你 不是 别说那都过去的事了 就演员 这个职业 我认为你们三个人 真的非常称职 但是你和邵峰 就属于非常顺利 就是一路就走过来了 哎呦 他中间 遇到了一个多大的麻烦 你也知道 我知道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记住 你也是这样的 是 都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麻烦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那人麻烦是最小的 是 因为你 你太 你心太重了 是 人生都会经历很多 没错 没必要 真的真的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我跟他合作伙伴 跟他在一起 不管是拍电影也好 演小品也好 演话剧也好 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所以说我希望 邵峰的路越走越好 希望他过得更幸福 希望在座的朋友 多多支持他 拜托大家 朋友的情依呀 比天还高 比你还要过 我是岁月过满 你一天 真漂亮